电水壶按开关 有的时候灯不亮不通电 但是有的时候动一动 它灯亮了又通电了 是怎么回事 这个电水壶是客户刚刚拿过来的 所以现在就有这种问题 其实小时候这个问题特别简单 一般我们自己不花钱就能修好 这个电水壶品牌是个九阳的 比如我们放在一个柱子上 然后按一下开关 正常的一般都说灯亮了 直接就加热了 但是不行 我们需要给它转一转 看到吧 而且还可以听到里面呲啦呲啦的声音 转对位置了 它才可以灯亮加热 但是有的时候要碰巧的 其实小这个问题 大部分都是接触不好 等于说下面的底座和这个上面的上左 没有完全的接触上 所以说就导致 有的时候灯亮通电 有的时候灯不亮不通电 比如我们看一下这个上左 看到吧 这上圈好像有一点生锈的迹象 这个内圈还可以挺亮的 就外面一圈发黑了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先把这边清理一下 我们可以找一把螺丝刀或者沙子之类的都可以的 我们最主要的是给这边打磨一下 把上面的脏东西给它刮掉 就像这样 也可以用把螺丝刀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这样给它刮一刮 你们看明显的不一样了 这上面就发亮了 好 这就差不多了 第二个我们就要看一下底座 看一下这下面的铜片 看这边这个还可以 但是看旁边这个好像也有点发黑了 看到吧 而且已经凹下去了 塌下去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把插座给它拔掉 然后把这边给它拆开 如果我们用东西给它撬一下 打磨一下也可以的啊 不如我把这个螺丝给它拆开 这样切离起来 处理起来 更方便一点 拿了锅 就这样子的 你们看 这个铜片已经塌下来了 看到吧 我们需要给它压压上去 往前给它推一推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这里面给它刮一刮 这样有的这边是一个螺丝固定的 不过这个是直接卡上去的 我们尽量不要动它 有螺丝的话就把它拆掉 把它取下来清理 因为这边是卡上去的 我们拆下来的话容易变形 到时候卡不上去了 用手把这边给它顶住 然后再来刮这边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全部转好试一下 看一下 你们看 可以了啊 怎么转都没事了 一直都是亮着 看到吧 好 那顺便也就可以了啊 轻松搞定 也就是说 这两个接触不好 我们只需要擦一擦 打毛一下 立马就解决了 就这么简单 你们学会了吗 做说 我恰面 我恰面 说 要